他就借醉嘴地的時候跟我說 其實呢 神經病 好離譜啊 有一點點病態 我覺得有一點MK 簡直是VVVMK 今天的女士絕被逼婚 大家有沒有試過被逼婚? 我真的有歧視了 你不要搶著出來說話 我小時候有 我21、22歲的時候 那個男朋友突然有一天跟我說 我家人跟我說好了 他們會賣了不知哪層樓 我們就可以去買一層新的樓 然後我那一刻心是害怕的 還在說樓 那些女生不會覺得男生有什麼好計劃的嗎 怕多一點 太早了 我就不要說自己有沒有害怕的 我就抽身出來說 我覺得任何情侶之間逼另一方面做一件事 是他不願意的 我都會反對 像是前夫之童的 不是…我很平淡的 那你呢? 我… 不是… 我先拋個球 我真的沒有試過 完全沒有 我真的遇到兩個人 是不需要結婚的 怎樣?我們也沒有這個問題 但是… 完全 skip 了 我們已經… 哈哈哈哈 你覺得我們是在哪裡? 我們三個都有這個問題 只是Dixon沒有 今天事主很大力嗎? 是啊 被人逼婚逼了幾個月 但他們拍多久 只是拍了幾個月而已 好… 一來就… 適合一天就已經結婚了 這麼厲害? 是啊 好啦 上聽一下吧 上聽一下 好 Irene可以說你的故事出來了 最近被男朋友跟他媽媽逼婚 弄得很尷尬 很大壓力 那怎麼辦? 我想問一下 你們拍拖了多久? 接下來第四個月而已 哇… 這些叫演電了 這麼快? 那他怎樣逼婚呢? 可以過來聽聽 因為我男朋友他本身 不是想結婚生仔買樓的那些人 他也經常跟我說 忍心不以催俱歡 哇… 很瀟灑的 誰不知跟他拍了拖之後 這幾個月就整個人都變了 你這個洗腦了嗎? 還是你太好啊? 不娶不行嗎? 是啊 因為我男朋友之前的女朋友 很不懂做 他媽媽就很不喜歡以前的女朋友 所以我第一次上去吃 我就做足所有的功夫 例如呢… 說來聽聽 先學一下 買貴價水果 塔斯馬尼亞鐵梨子 我聽完都不知哪裡來 然後幫忙倒下垃圾 吃東西洗洗白粒 要睡了 做戲做得好足 你太好氣了 我吃白飯 他媽媽就突然問我 喂 媳婦仔 你們2021年能不能結婚嗎? 直接屈你媳婦仔 她屈起來好像已經定了婚 她說今年行不行呢? 重點是她媽媽就說 我認識人可以預約到教堂 4月有期 一節不節 嘩 4月 下個月了 白毛好像沒什麼耐性 說白毛好像 然後我就這麼急 很多事情都說不及 然後我媽媽就說 我說我是有點急 6月呢? 你覺得我還可以嗎? 然後我又跟我男朋友說 你媽媽這麼長 不如你陪你媽媽出去做運動 補一下那些老年跳舞班 但誰知道我男朋友被他媽媽洗腦 現在更糟糕 覺得都是要應該結婚的 她沒有直接跟我說 但她做了太多旁邊的事 例如我男朋友跟我出街 她會故意經過珠寶店地產 她就會問鑽石要多大顆才可以 然後又會傳一些IG的婚紗照 問這條病不漂亮 這些是女人逼男人結婚才會做這些事 現在反轉 對 現在反轉 最大壓力是 因為現在不是安心出行的 前幾天就問我 現在安心出行 我不做了我寫字 你猜我寫哪個名字 然後我就問她 是不是林鄭月愛那些 然後她就說 不是啊 我寫了我們以後的寶寶的名字 神經病 好離譜啊 有一點點病態 而且前幾天 我們兩個在家喝酒 那我就醉了 不戴套 是不是不戴套 還是戳穿那些名字 是女生自己吸引 戳穿病袋 又沒有那麼誇張 他就借醉醉地的時候 他就跟我說 其實我介紹這些款式 我也挺好的 醉醉 醉醉說這些 這些 不過幸好 他就不太記得 他有跟我說過這些 我想他可能叫醉了 乖之人 不是 我覺得鋪排 好像男生 冠著女生就是上床 你的男朋友就是冠著他之後 談婚事 因為我第二天早起床 我就忘記了晚上發生了什麼事 然後他就跟我說 我前一晚喝得很醉 斷擦片 不停嘔吐 然後我男朋友就看到我吐了 整個地方都在 整個地方都很喜歡 很喜歡 然後他說 他看著我 然後他就想 這個我以後都是老婆 不可以不撿 我不撿誰撿的 他不是告訴你 他的思維是怎樣 我覺得他有一點MK 簡直是 還CVB 因為我很尷尬 我想跟他說 下次你可不可以不要理我 我真的很感動 你不要理我 你不可以讓我去死 不要碰我 最慘的是 譬如你們這樣的相處 就是那個逼婚意圖太強 慢慢你會懷疑 他每一個舉動都好像是 想逼你結婚 這樣就很不舒服 所以Dixon說得很對 他怎樣對你 你都覺得他是因為 丈夫的責任 他每一件事都拿來說 對 收拾了就收拾了 幫人買就幫人買 你真的要幫忙 他下次會再說 反正你都是未來老婆 這程的士我幫你買 變成情感勒索了 來每次拿來說 我現在就很大壓力 好像他們是很想做這件事 但好像我是一個壞人 是 很尷尬 我不是不喜歡他 我都覺得很感動 所以我完全明白到Irene的困局 因為你害不害怕 他逼迫一下 你也受不了你會離開 對 因為我周圍的朋友 還有我家人都知道 我一向我個人是不分主義的 我覺得結婚是一件很實際的事情 拍拖是很浪漫的事情 不一定要混在一起 然後我的朋友就很擔心 我會叫不到 然後 無故有一天就答應了 但我覺得不應該的 他現在是家庭集團式地逼婚 你可以想像到 你以後結婚後 每一個狀況都是家庭集團式地逼你做 那個困擋 可能突然之間有阿婆 你逼你生兒子呢 是時候就生兒子了 葉婚妥協了 接下來就生兒子了 你要想清楚 要及早反抗 我們直接說不行 用一些東西 就是你令到他 覺得你不是一個好媳婦 他每次上去吃飯都拿到工作的困擋 這些不行 他不覺得事業有成 你應該說 婆婆你先等一會 請一晚飛燕 太好了 吃兩碟是這些 你對嗎 海婷 你對嗎 這些太造作 通常你應該去完廁所 弄得好像有一點尿漬 好像男人 有一點尿漬在地上 再假裝你自己一個放蕩的女生 就是低胸一點 令到他這樣 他就覺得 不要那麼快結婚 真的行不行 就是這樣 我覺得我男朋友很不堅定 就算我做得這麼做 我男朋友可能都不介意 不會吧 在你媽媽面前送綠帽給她 但我怕她最聰明 她會說 我心想 都是未來老婆 送頂綠帽來 我就帶了她 哎呀 哎呀這樣就慘了 假如她派帽子怎麼辦 她說不要緊 其實我愛你接受 可能真的 她的情況真的 有一點覺得 其實她不是喜歡她的人 她只是想結婚 是呀 這個就是最大的問題 但她自己都洗了自己 沒有 你決定不了她 你要想清楚自己 如果你真的想自由多幾年 或者為自己的事業打拼 做多些自己想做事 你要作出抉招 是啊 我明白 我覺得你要將決定權放在自己 不要理會他們 我盡量堅定一點 我們支持你 不用覺得自己有問題 支持你 謝謝各位的意見 好啊 謝謝你 拜拜 拜拜 其實我是發覺了一件事很久了 就是很多人對結婚這件事 是投射了很多一些 叫做傳統的想法 人們會覺得結婚跟年齡是有關係的 以為年輕人是一定不想 而老的人就很想 但其實這件事不是的 可以反過來 男生也會想結婚 男生也會想結婚 譬如說 我愛你就是一生一世 多少 九十九 我就要穿在一起 就要結婚 我就要引證這件事 但反而可能50歲的 阿八是不想結婚的 那阿八可能覺得 我不如每天去公園給人瞄一下 那樣更過癮 但我覺得就是 逼婚就不對 因為其實是違反了另一方的意願 對 在我角度才聽 我直成覺得 I-MOT被強姦 我跟強姦沒有分別 是一樣的 就是我強迫人去結婚 就是他不想的 他覺得不舒服 不爽的 那我覺得嚴重了 他纏繞了幾個月 所以根本應該立例 是刑事 尤其是他那些行為動態 就好像突然之間 無端端在你旁邊就 你去抄吧 深淺乎 我不對你做的 剛才Irene的情況 簡直是輪姦 阿媽又踢上去 還要送裸體照給你 阿嫂嗎 好不好看 好舒服的 做愛 你快點來吧 一樣 我可以支持立法 對 支持立法 好 大家有什麼問題 繼續找我們 好 拜拜